5-2 已經開始要去解不等式了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5-2的這邊的第一題 那題目是說呢 4-2x加2小於5 那從這個東西不等式呢 去判斷說底下的1 2 3 4 這四個題目它裡面的空格 要填什麼的不等符號 那現在第一題的話呢 你看喔 4x加2小於5 而這邊呢 兩邊都給它各-2 那你都-2 或都加2的話 這不等式的符號是不會改的 不會改成1 還要寫小於5 好 這是第一個 在第二個的時候呢 我們看第二個喔 你在這個不等式的符號呢 這兩邊比較一下 它本來是4x加2 結果這個是4x加1 本來是5的 後來給2分之5 它做一個動作 它把兩邊都除2 那兩邊都成正號 或都除正號的時候 都除正的數字 或是成正的數字 它這個不等式符號 一樣不會改 好 給它都除2 都除2之後 它不等式符號 一樣那些小於 好 看這個第三題 還是有些變化的 不大樣的 怎麼說呢 負2x變成一個x 這麼變成負1 除了負2喔 5變負2分之5 m也是除了負2 當你這不等式 兩邊都除到負號的時候 都除負數的時候呢 它的箭頭就要轉向 所以這裡是大於 那包含像這個喔 它在這兩邊 比較一下 負2x加2 小於5 結果這邊是4x的解釋 它給它 成了負2被5 成負2變負10 把兩邊都成到負數 都成負數的時候 都成負2的時候呢 它的箭頭就會轉向 會說小於變成什麼 變成大於 所以要告訴我們這個圖路呢 是說 等一下我們在解不等式的時候 遇到兩邊都將 兩邊都減 不等式符號不用改 兩邊都成的時候 成與正數 或除正數的時候 不等式符號也是不用改 那什麼時候要改 當你改變這個x的符號的時候 它從負的變正的 或從正的變負的時候呢 這個箭頭就要轉向 注意一下 等一下我們在解不等式的時候 這些的一個要求 第二題呢 第二題呢 我們是要解下一個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並在書籤上圖示它的解 所以除了解不等式以外呢 它要把它的不等式的圖案 給畫出來 那我們像這一題的話呢 解不等式 跟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時候 它的方法有點類似 它只是把這個等號 變成了不等式的符號 那像我們在解的時候呢 一樣喔 第一個先把5x給一過來 對不對 所以呢 5x一過來呢 會變成-5x對不對 6一過來怎麼樣 要-6 所以我們一次一兩個東西 5x一過來呢 它變成9x 這樣-5x 那不等式的還沒有改 一樣是大於 那-4 照超超超下感 那加熱一過來怎麼樣 變成-5-5 接著呢 把它整理一下喔 9x5變什麼 變成-4 4x4 會大於-4-6呢 就是-10 好 接著也要出來 等式啊 4一過來怎麼樣 處理式 放到分補去 所以 x就會大於 4分之 -10 這個要原分 所以x會大於 負等 2分之 都除2 好 2分之5 那這裡我們要把它圖解出來 那同學畫的時候呢 一樣 畫不等式的時候 要先畫一條 然後數線 那數線的話 它的要件 會有 原點0 還有1 單位長 我們這個是要畫什麼 畫負2分之5 負2分之5 變成小數 是負2.5 負2.5 在負2跟負3之間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這邊是負1 負2 這裡是負3 好 那也是大於負2分之5 所以負2負3的中間答應 這個是負2.5 空心 為什麼空心 因為它沒有很好 所以是空心 對 然後大於負2分之5 從這邊開始 往這邊畫過來 好 這是我們的不等式的答案 在第一題這裡 這個有問題 來 第二題呢 我們一樣程序在解 那個不等式 那其實解不等式原理跟解 就是很類似的 來 看這邊 沒有喔 它的分5呢 有2.3.3.3 對 那為了不要跟分數 硬碰硬碰 所以我們大概怎麼樣 要去分5 什麼叫去分5 去分5 就是說把這分5 塗掉嗎 當然不是啊 去分5就是說 把這些分5 去乘一個有效的整數 去約分的過程 把分5給去掉 那我們就想的啊 2.3.3 2.3 就2.3 2.3 2.3的公費數就是6 所以2根都乘6 可以有效的去分5 好 所以呢 我把這邊 括號起來 全部乘以6 這也是 括號起來 全部要乘以6 那乘6的目的是要去分的齁 那你在乘的過程的時候 同學有個技巧 你千萬不要真的去約分畫下去 有時候一畫你就會算錯了齁 像這邊的話呢 2.6約分 想一下 2.3.6 所以3.1.3 變成3.2.4 好來 3跟6約分呢 3.2.6 2乘到分之去啊 2.2.4 所以加4 因為這兩個都要乘到6 好再來 大於等於 這兩個呢 一樣也都乘6 所以3跟6約分2 2.2.4 負4x 3跟6約分2 2.2.2.4 加4 好 跟我們剛剛看法是一樣的齁 要一項 對不對 你就把負4x 移過去 然後變成了加4x 減的一塊一邊加 那4一塊怎麼樣 要減4 只減4 一剛好變0 好 所以呢 負4一塊加4呢 變成了7x 7x 7x會大於等於 4一塊解4呢 變成了0 所以這樣怎麼辦呢 一樣造成了7塊 所以7 可是7分之0 就是0 所以原則是會大於等於0 好 那我們在畫圖的時候呢 一樣 要畫不等式的圖形 要先畫書寫 那基本條件 有圓點 和地板位成 好 那大於等於的話呢 它是等號 有等號的話 這裡 上面給它畫一個死心的小黑點 對不對 然後呢 大於等於 給我這邊畫 好 這個是第二題畫不等式的圖案 跟球解的工程 好 那第三題這裡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程序在解那個不等式 這個時候 對 跟米卡出什麼 蛤 跟米卡出什麼 我怕一直吃粉餅 好 那這裡的話呢 好 在解不等式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把它 過號都拆開 那拆過號的話呢 這個當然前面就好拆嘛 直接就寫下來 2x4加3 好 這裡要小心喔 各位小心 當你在解題目的時候 看到負號 就要提到警覺 因為後面要變號 對 怎麼變呢 負正 沒有寫正的喔 x正的喔 負正的負 所以解x4 負附近的位置 這裡要寫個加 加1 這邊很容易會計算錯 注意一下 再來這大約負號 並沒有改一樣寫大約 好 這兩個呢 都要乘到3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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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加12 好 再來呢 後面又來了 遇到負號 遇到負號 就要加倍的謹慎 小心了 遇到負號的時候呢 後面就要變換 負正的負 減 負正的負 減 減3 這兩個都很容易變換錯了 所以我要注意一下 好 接著進去喔 整理一下 怎麼整理呢 左邊跟左邊是整理的 2s-x 1x 3加1 就加4 一樣大 這邊呢 減x之後呢 變成2x 好來 12-349 加92 好 再來一次一兩個 一方面呢 我把2x 往前移 一方面我把4 往前移 好 那移過完之後呢 2s一過來解2x 變什麼 變成了 負x 4 4一過來解4啊 9解4 變成5 大1 好 這是答案了嗎 當然不是答案了 不能加錢啦 為什麼 我們是要求x不等式的解 不是負x的 所以連負號都不允許出在 那怎麼做呢 兩邊都乘負號 都乘負號的時候 不等式方向被改變 就掉頭了 所以都乘負號之後呢 乘負號變成x 所以你負號之後變什麼 小於負5 所以最確的不能是答案是這個 x小於負5 好 記得喔 都乘負號的時候 箭頭最要轉向 好 這個是第三題 好 這邊也要畫圖了 沒有注意到 那畫圖的話呢 我大概看這畫圖了 圖解 小於5對不對 好 來 這邊是0 這邊是一檔位長 好 好 負5喔 負5 負5的話 在左邊那邊 好 來 一樣喔 他出現 有0 一檔位長 負5喔 負1 負2 負3 負5 好 然後呢 小於負5 小於負5 這裡是負5 小於負5花的東西 他沒有很好啊 好 然後往哪邊跑來 往這邊跑出去了 這是第三題的畫圖牌 好 這個第四題呢 我們在解題的時候呢 當然看到分數很想去分五 可是你看到分子的結構很奇怪 分子它是5-a-3 跟2-2-a-1 那我覺得同學喔 常常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錯誤啊 就是在去分五的過程 你想喔 給它乘12 12跟4月份都是3嗎 那3要乘到分子去啊 那這要怎麼乘 這個要乘3嗎 那這要不要乘3 當然這也要乘3 那同學有時候會搞分 所以我們建議你們直接講去分 去分五會容易出問題喔 容易計算錯 那乾脆呢 把分子先整理過 好不好 先整理分子 這樣是四分之 好來 四分之我的拆括號 來 我在上面直接寫好了喔 拆括號的話呢 負正的負減X 負負的正式加3 所以對五來說的話 是負加3 5加3是8 負的正式照相 減X 這個是前面分子指定好了 後面這裡的話 一樣先拆括號啊 負正的負減2X 負正的負減1 所以呢 你的那個數字是2-1 不是2加1 它是2-1 2-1變什麼 變1對不對 所以一樣寫大 大於3分之 好 我說2-1是1 這裡是1 然後負 呃 這是負正的負 所以它是負了X 好 接著變這樣子好了 你再來把它分補去掉 那為了要有效 把分補去掉 所以要給它乘3跟4 4跟3的公倍數 公倍數是12 對不對 所以兩邊都刮好起來 不要給它指12 好不好 這邊也是 不要給它指12 那312的目的當然就是要跟分補去掉 所以這邊12呢 12的時候 4跟12 12分是3 3 3要乘到這兩個 3 8 24 313 解散X 大於一樣 照照 好來 3跟12分是4 4要乘到分子去 所以成績感自然 都要乘到4 414 428 9 8x4 再來一樣 我們就以向的 以向是說 把X放在一起 把數字擺在一起 這樣叫以向 所以呢 你把負8移過來的就是加8 所以這邊是 負3 x4 加8 x4 會大於 那24一貫要解24 所以它是4 即便加24 好 我們再把整理一下 負3加8 5 x4 4解24 負20 所以 5一貫 就兩邊都除5 所以 x就會這樣 大於 負4 那這邊也是要畫圖 然後這邊 這幾個都是要畫圖 那我們就畫到書線 然後這裡 書線 然後 原點出來 異單位出來 這幾個基本要件要先出來 大於負4 負1 負2 負3 負4 這裡是負4 那大於負4沒有等號畫空心 沒等號是空心 大於負4 往這裡 大於他往後面跑 那就是他不等式的組解 跟計算的過程 第四題 小心去分文的時候 它的分子可以先整理 不會比較好算 這裡的第五題 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解不等式的一個基礎練習題 那同學這種題目是一定要會的 來 像個第五題 你看它中間 它只有中間有x 所以這邊在處理的時候呢 先把中間先畫前方 你把它封 好 也可以這樣做 可是我倒不敬意 我就先拆掉好了 可以這樣做是先放除負3 好不好 那當然這樣的話也是可行 可是因為 我怕等一下它有東西可以講解 我就先不要這樣做 或把中間先拆過後 我們習慣上也是 把中間會拆過後來 所以負3 會小1等於 那 這個拆過後之後 然後負3則x變成負3 負3 負3則以負1 變成加3 因為是負3直過了 要變化 然後小於9一樣 招操 好 再來呢 我要除了是x 不等式的解 這個加3我就不要 那加3不要怎麼做呢 那不能把它塗掉了 那你要怎麼處理它 要3 邊都減3 加3不要減3 所以它用的是這種等量計畫 這裡要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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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邊減3的時候你想喔 3減3 第一個變什麼 0 那中間的話呢 因為3減3沒了嘛 變成呢 負3 x 右邊的話呢 9減3就是6 好 接著 接著喔 你要把這個負3去掉 要3的地方都去處理負3 當你處理負3的時候呢 不等式動到了 動到負號的時候 不等式的方向會改變 所以當你處理負3的時候呢 這個0處理負3 一樣是0 這個處理負3 變成了x 右邊處理負3 處理負3是什麼 是負2 可是不要忘記喔 它的方向就改變了 變這樣 變成0 大於等於x 大於負2 如果說你習慣把它建到 建到寫左邊的話 可以這樣寫 把它通通轉過來 負2放過來 所以負2會小於x 小於跟0 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要挑選這梯的時候 你算上這一個 這個打也可以選 好不好 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邊還算畫圖 那我們要畫的是 範圍是02-2 所以會有0 還有一單位長 0一單位長 箭頭 基本要件先畫出來 然後呢 0跟負2之間 0-1-2 這裡是負2 那小於等於0 所以要畫 十星的點 對不對 負2呢 沒有等化的話 通行 然後訪問在這個之間 答案在這裡 這個是圖解跟求解的過程 第五題 那記得這邊要先成功好 比較好處理 第六題呢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基礎練習題 他這X呢你發現 怎麼動一個吸一個 另外這樣子動一個吸一個 或中間又一個也沒關係 怎麼做呢 分兩邊處理 所以這兩個 列一個不等式 後兩個列一個不等式 什麼意思 我會畫線告訴你 來 這兩個呢 當作一個不等式 來解 後面兩個呢 當作一個不等式 來解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兩個不等式 同時在進行 好嗎 就在前面這一道 前面第一的是 3X-1 1小於11 對不對 那簡易一過來加1 所以3X就會小於12 3X-1 所以3X就會小於4 這是左邊這邊整理出來的 好 再來看後兩個怎麼整理呢 就寫11 小於-X加1 好 那我們就把-1過來了 這個1過完的過程 這個是不用轉向的 好不好 它是1下 1過完 所以等於等量加法 都加-5的AX 所以1過完 可以加的時候呢 變成5的AX 一樣寫小於 11 1過完減掉11 1-11呢 是-4 所以 補一塊水5 AX就要怎麼樣 小於12 好 同學喔 這兩個答案到底怎麼選 AX小於4 AX小於12 給答案是要寫 共同範圍的話 要怎麼把它表達出來 這邊還有圖景 好不好 我們看喔 第一個 這邊是0 好 6 0 原點是1 再來 原點是0 原點是0 0跟1單位少 這好見 小於4 12 3 4 這裡是4 大於2的話 這邊是-1跟-2 好 小於4 小於4的話呢 我去看喔 小於4就從這裡開始畫空型 對不對 要往這裡 好 那小於4呢 是從這裡開始 對不對 也要往這邊畫 往這裡畫 來 最多注意到 它重疊的地方只有在這裡 所以只有這邊的答案才有效 我們要找的是共同範圍 所以這兩個在選的時候呢 答案就是 它這種不等式的法文 是X10要小於覆覆 小於4 小於4 小於覆覆 要選這個 比數字比較小 小於覆覆 因為小於覆覆的話 也包含在小於4的範圍內 那小於4 為什麼不能夠用 因為你小於4的話 是不是1、2、3都可以 假設1好了 1的話 你不懂小於覆覆 又沒有 所以這兩個在選的時候呢 是要選這一個 這樣知道嗎 為什麼不是要選共同的範圍 所以剛剛圖景給你看到 所以最後他畫的時候 畫一個就好了 它是小於覆覆 然後這樣畫過來 好 就可以了 那剛剛那個小於4 就不用再畫它了 在圖上我們可以把它畫出來 好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這題是 最後答案是 X小於覆覆覆 圖景在這裡